早安各位 我今天去了Ariel的房間 來開始我今天的vlog 因為我剛才在幫她 整理她的房間 我又買了一條 其實兩條 這些東西大家 猜不猜到是什麼 應該大家未必知道 尤其是沒有小朋友的人士 基本上很難猜到 是什麼 這個東西 其實是愛妮方在床邊 來放小朋友 嬰兒撞她們的頭 因為 大家聽到嗎 她整個bed frame 是木 所以很多時候 她睡覺的時候會通樹 尤其是她準備睡 又未睡得著的時候 她就會通樹 撞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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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 有時撞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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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 那這個星期呢 基本上我只想到一個字 就是吃了 我基本上每晚都有飯 然後午餐又差不多滿了 那我現在就準備出去和我家人吃午餐 然後過兩天就去吃Chinese Fine Dining 再過兩天就預約了日本餐吃 所以這個星期真的是 non-stop eating Thank goodness 我基本上每一天都做運動 除了星期六 我一至五再加星期日 都是會做運動的 那星期六我就會讓我的身體 relax一下 雖然拉筋我也會做 但是就不會做like Pilates 或者去行山啊 跑步啊 這些比較intense一點的運動 如果不是的話 我應該雙下巴 雙下巴全部都凸出來 雖然現在都有點傷 然後肚腩又會凸出來 所以吃得多 其實都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做運動去消耗它 就可以了 來了這裏 MGM的金典堂 非常之美的一個地方 很喜歡來這裏吃飯喝茶 這裏真是好美 今天天氣又非常之好 好看 看來這裏的藝術 看來看這裏 太多了 吃 嗯 嗯 哇 非常好 嗯 超好吃 嗯 非常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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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嗯 這個東西很好吃 吃蝦夾蝦夾很美味 糯米 嘩 好吃 好吃 味道 味道 今天過來這裡打糕 本來去國內珠河都會打的 但是 我其中一位朋友 那隻小狗 今早不舒服 還吐了一些血 所以嚇到我朋友 飛起 然後本來打算取消 但是聊聊聊 不如照去打吧 但是留在澳門 那隻小狗 有什麼事都可以 馬上飛去和他看醫生 幸好今早檢查完所有東西 那隻小狗是沒事 所以他就 好了我要放鬆一下 因為今早拍了一段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到 這裡打Golf 澳門打Golf的地方 是真的不多的 這裡是其中一處 然後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路環 舊維斯丁 現在就叫做Grancola 我們這裡是Ceasus Gulf 就是Between 筒仔和路環 所以你們看到後面 那些建築 這裡後面就是路環 然後我另一邊 後面這裡 就是銀河 就是筒仔那邊 我們現在是Driving Range 那邊 因為我太久沒有打 以前小時候 我爸爸打的時候 我們都會跟他下場 近這幾年 我最後一次打Golf 是六七年前 所以我基本上 可以說是不會打 我已經不記得是怎樣打 那些姿勢是怎樣 我已經基本上不記得 所以呢 就不敢下場 也應該下不了 因為你要懂得打 才可以下場 要不然你很容易會發傷其他人 所以今天就 揭回Driving Range 這裡 讓我再打幾次 熟 那就 probably 可以跟他們下場 今天一個團隊非常適合 打球 不算超級曬 然後又有些風 very nice 完全perfect weather 剛剛打完那個回家 完全曬得我 好像隻龍蝦一樣 看到了嗎 我是沒有插Lush 但是 是紅薄薄的 那塊臉 熱到飛起 出汗 超級內部打 真的這麼多年沒有打 搞到我剛剛才 掛著 concentrate 在這裡練球 連video都沒有拍 相片都是練得幾張 and that is it 但是真的完全是 但是我連grip 怎樣去插 都不太記得怎樣插 因為吃了太久太久 沒有去練球 你是真的會不記得的 所以剛剛才在這裡 學一些basics 有排操才可以下場 我覺得自己 但是 但是 完全是一個 perfect day for golfing 是非常之好 不怕太熱 因為它今天也挺涼 所以 打坐兩三個鐘 都ok 不怕 雖然說濕 雖然也濕 但是不怕說 unbearable 的熱 所以都ok 還有 多謝這頂帽 我新買的 這頂帽 因為知道要打Golfland 所以特地買了一頂 防UV 很舒服 這個位置 是很滑的 然後它就說 是超級防UV 所以就 希望不會 明天出光 明天再辦 會上市 從這邊開始 就是跟蹤翠杜佛 是 剛剛這個是黑魚子 八花魚豬 這個是由我西瓜 西班牙蝦毛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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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會看到 蝦膠 和黑芝麻 土耳朵 都很隨便 嗯 土耳朵也有蝦膠 最後會搭它 是黑魚子 然後我手邊 這個就是 白魚子 一粒粒的 是蘑菇 一粒粒的 蘑菇 然後 剩下的 是 下的 下的 是用枝酒浸過的 啤梨 好 ok 麻煩你 好 這是花枝魚 花架 湯 湯底 會用到 黃培老虎斑 湯底 牛湯底 5個小時 哇 然後它會加入 黃花魚 是 一種是蒸的 一種是炸的 蒸的黃花魚 它會蒸它叫鮮味 炸的薑水 它會更加香好 然後你會加入 筍絲 沒有意思是黃花架絲 它叫好餅 上面會搭配有 鑽耳柱 還有懶人 可以看這個香味 同時還可以更加美觀 然後呢 上面有很多胡椒粉 如果覺得這個味道 可以更加上 謝謝 謝謝 我喜歡 這是花枝 五花枝 很香 好香 好香 很香 我喜歡 提供了 這道菜的底部 我們使用的是 法國藍蠻蝦 法國南無蝦本質比較鮮硬 並且濃硬味是比較長的 然後它會用蛋白來蒸 這個蛋白是用日本的派用的蛋白來的 這個是無菌酸來的 然後它為了使用蛋白增加的食物 它會加進了酥奶 打開過針針應該會聞到這個酒味 酒味 所以它就是用花雕酒 20名花雕酒 20名花雕酒 它的代替芝蓮的香腸味 紫花雕酒 芝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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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芝士是有特別的 這是芝士特別的 它很粗服 這是骨腐肉的 這是骨腐肉 還有這塊是骨腐肉的 它有一個軌 因為是用每個燒鵝 是用每個廣東四大日燒鵝 都收記碼方鵝 接著是用棉芝木燒的 唐開醫學都知道 其實用棉芝木燒出的燒味 很香 比其他品牌更加香 你可以嘗嘗它 譬如有很脆的 鹹這個飯是用了燒紅色炒的 為了食物更加的功夫 會加入了很脆的 不是意大利的雙胸 然後為了它有美麵的 薑汁大辣 薑汁大辣 是否很脆的 戴上耳環和塗上嘴 我就可以走了 今晚我預約了 Omakase和Mad去吃 因為過兩天 就是它的生日 所以我特地想 處理它 因為那間日本餐廳 其實我去過一次 Oh It was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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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是真的蠻好吃的 澳門Omakase是不多的 之前COD City of Dreams 有一間超級好吃的 我是未去過 但是呢 它撿了一顆 啊 因為想著去的時候 剛好我就大了頭 那就去不了 一路一路 到我生完之後 它就生了 難怪 那現在我去的另外一間 都是我朋友介紹的 我的朋友在我上誕生日 的時候 就跟了我去吃 那吃完之後 我就覺得 咦 會真的蠻不錯的 嗯 可不可以拍得住 台灣、日本那些呢? 嗯 可能 不 但是 都有七八成 我覺得是不錯的 在澳門來說 已經算是這樣的 這位真的 真的不多 來來去去都是那兩三間 那 所以呢 今晚就 特別一點 這雙耳環 完全是配襯了我 這條Zimmermann的裙 超喜歡這條裙 我很喜歡 第三次穿 我喜歡這條裙子 最喜歡Zimmermann的裙子 但是 It takes you forever 扣那些裙子 這些我已經 之前穿的時候 已經扣好了 然後 很堅硬的 穿著手進去 因為我不想 每一次穿的時候 又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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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所以 對 然後這條側面 全都是按鈕 所以 所以 It takes too long 每一次 如果我要扣 他們 所以 我就扣好了 這條裙子也是 這條裙子 我剛剛試用扣的 下面 只有我 這裙子 這些 就全部 已經扣好 一會兒 給你們看一下 對 那我 好像 我有沒有 展示過我房間 給你們 應該沒有展示過 那我房間 是很 平衡的 除非你們提過我 如果有提過我 Instagram stories 的人 That's why 我覺得你們 如果沒有 Follow我Instagram 我是 應該在Instagram 是最活躍的 所以 如果你們 想 保持我 更新的動態 那就可以 Follow我Instagram 我在Instagram 好像也 投稿過我房間 的一些影片 但是 在YouTube 我 就 應該沒有展示過 給你們看 那我一會兒再展示 是很 簡直的 還有很 乾的 那我現在 就開始 有少少時間 去 製造一下我家 去 整理一下 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 房間 那我先塗上唇膏 先 先 擦 哪隻 顏色 OK 那 那 我今天 就選了 Racelle的 看看 看不看到我 顏色 36號色 Rouge Bourgouture 這個顏色 來配襯我 裙子 就是一個很 Coral 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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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顏色 那 就 差不多了 那我今天 都是 Go for 比較Feminine的look 還有我特意 調到 不要太緊 因為 一陣 那個 你一陣 會見到的了 是 很多東西吃 真的 真的 不是說笑 如果我穿了一些很緊身的衣服 裙子 是 完全是 肉 會擠出來 那 我選了這條裙子 因為這條裙子很闊 那 這個 這條裙子 亦都可以調整 我 很飽 肚子 抖出來的時候 就可以調 鬆一點 如果 不怕的話 保持著 這條裙子 我覺得是OK的 它其實再可以調緊一點 但是我覺得 這條裙子 是OK的 For the moment 這個梳化 真的 剛剛 弄到 我已經馬上拆了 一星期 看看 可以不可以的 位置 不算是 很完美 我覺得 尺寸 但是還沒安 腳 腳安了之後 應該是 很漂亮的 Ariel已經在 不停在 坐這張梳化 因為剛剛 它的高度 我遲些 這裡 都會放一些畫 還有 我電視都還沒安上來 所以 有很多東西 要organize 很多東西要擺 然後 除了這幅牆 要decorate 之外 還有些位置 都可以decorate 但我真的還沒想 現在 還是很plain 很plain 不是開玩笑 Hello 這個是蕃茄外膠 蕃茄外膠 蕃茄外膠 很好 哦 這個配薯的價值 會比 本身的肉 更貴 嗯 人們喜歡吃這個配薯 是嗎 它的來貨 價錢 跟它相差 八倍價錢 這麼厲害 哇 OK 好 麻煩 這個也是現在的季節 好 Thank you 好 好 不知道有沒有吃哪個鮮奶 魚 吃了小筋 然後就是這個 多筋魚 然後就是雞翼 最後吃了很紅 謝謝 豉豉魷 嗯 你吃吧 好吃 這個 嗯 河鏟的真紅 嗯 在左河鏟的這個 哦 左河鏟 好 浮江那邊 nice 好 好 這個蠔呢 就比較爽一點 蠔味比較甜 濃一點 嗯 謝謝 平時日本蠔呢 通常日本蠔呢 味道都會比較淡 沒有發覺 嗯 這個比較濃 濃味 嗯 濃味 日本那邊是吉兆都在用 哦 好啊 麻煩 這是什麼魚 這個是餃子 這是餃子 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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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試過餃子 沒有 好似是餃子 是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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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喜歡吃左口魚 但是味道 左口魚比較爽 嗯 右口魚比較油分爽 這個魚呢 是右口魚其中一種 其中一種 碟魚波裡面其中一種碟魚 就是加碟 哦 它呢 會有 有少少像左口魚 有少少爽 嗯 但是比較油分爽 嗯 油分爽 試試 上面有加了日本的柚子皮 你看到上面一點點 是 前面有一個日本青檸 還有一個椰菜苗 如果喜歡吃肉 可以捲到的椰菜苗 左邊 拖羅 對 這個拖羅 在你們右手邊 那個就是中拖羅 上面有芥末 左邊那個就是柚拖羅 上面有一個大魚之醬 好 謝謝 我建議你先吃中拖羅 然後就這樣蘸芥末 試試看 那個湯我呢 就不需要再煮豉油了 可以喝麵 可以煮 可以煮 因為煮豉油比較濃 重味一點 謝謝 鯨魚 鯨魚有沒有試過 鯨魚 鯨魚比較濃味 這個 平時你喝的麵士湯 嗯 做那個湯底的 木魚花 就是這個魚 這個魚 這個魚把醃製了 風乾了 然後沙氣 乾了之後就變成木頭 然後就炒 還會飲 Per 像木湯出來的那種 的桃圓花 就可以煮個燉湯 哦 放開燉湯之後 用了一些花 就可以煮到那邊 好 所有青湯 這些都已經會 都是這樣 哦 首先 金木 上面放了一個莓昆布 這個昆布也是吉米的 坤布 你做了一個昆布的廠 自己做的這個吉米菁步 它再加了一個莓的麵蔥 嗯 好嗎 你看 螢光魷魚 這個也是現在的季節 春子雕 春子雕 這個也是現在的季節 我做了一個均佈織的 上面放了一個糖瓶的柚子胡椒 上次有沒有試到這個柚子胡椒 上次很纖毛啊 我再解釋一次 這個柚子胡椒 其實就是日本佐賀院的地方 專門出一些柚子味的食材 很多鹽、醬汁之類的 其中一樣就是柚子胡椒 柚子胡椒的特點就是有少許鹹香有少許辣味 柚子味都重的 和尺背都比較相似 柚子胡椒是虎生魚裡面的特產 整個虎生魚最出名的就是柚子胡椒 然後魚生本身的油分給左邊 然後給它更新一點 所以給它更新一點 然後就放了一個柚子 上面放了一個日本的柚子 好,別再試試試看 應該上次解釋過吧 是,但是忘記了 再說一遍為什麼叫手釣呢 因為它真的釣 因為鹽肚真的逐步逐步釣錯 因為這遍魚 我們進貨,來貨都是分兩個價錢 一個是網釣 不是,網前 一個是釣前 那釣一定是貴一點的 網呢 為什麼我們不釣網呢 因為網的,它有好過網 這是鮑魚海蛋飯 海蛋是不開到筋膝的 另外一個就是燒肉 燒肉 這個好吃 我記得 謝謝 Happy Birthday 謝謝